那另外我們可能在 應該是在下禮拜 這個禮拜的禮拜二或禮拜三 那我們會把這個高風險 跟中高風險 這個熱區 我們常常講這幾個區域 那現在被我們列在高風險的是台北 台北市 新北市 那我們照原來第一次配送出去的劑量 我們再加發10% 那中高風險的區域是包含 基隆 桃園 苗栗 台中彰化 會加發5% 因為這地區它相對的 比較有多的一個疫情 那可能就地方政府 可能比較需要多的一些疫苗可以做調配 所以我們就先在下禮拜二 或禮拜三 就會把這個 加發10%跟5%的疫苗加發下去 那在 在我們比較特別是對於連江縣 他當然是因為 當然有很多的一個 離 離島 交通不便 也配送不易 人口較少 醫療資源缺乏 尤其他那個相對的數目非常小 人口非常小 那大家知道我們這是疫苗 都有一劑 一瓶一瓶的 如果他一次去 他能夠打的對象群非常的窄的話 那疫苗就很難做一個有效的分配 所以我們讓他可以就是說 先加發 然後讓他的一個目標的對象群來跟我們報 那盡量可以弄得比較寬一點 那然後他這個疫苗才不會浪費 那當然其他的離島也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會請 不管是澎湖也好金門也好 對於他離島的離島 相關的是有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 人口很少 那如果一次去打的話 那造成不方便 也造成他們人口的一個移動 那最重要的是這樣子疫苗的量 比較不會因為人少的關係 而造成比較多的一個浪費